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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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第一位呢是出道30年的万芳哦 10年前万芳重新回到唱片圈 从那个时刻起 她开始希望说不一样的东西 2010年的《我们不要伤心了》 是万芳第一次如此靠近金曲角 虽然未能得奖 但也奠定了一个全新的万芳 抱着你 抱着你 让我再抱一下你 而后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那些美丽的相遇 再到今天的给你们Dear Oh 10年的淬炼 万芳开始学会了断舍离 曾经她是爱情的代名词 如今她在自己的歌声中学会歌颂生命 随着人生进入新的阶段 给你们Dear Oh的专辑概念正式探讨时间与生命 我们可以听到她就像一个时间旅人 诠释着有如造物者的口吻 告诫人们珍惜自我的青春 切勿白活 万芳舌气日新月异的修音技术 以极具写实的方式 清楚保留了歌手原始的模样 一个呼吸 一个叹气 甚至带有一点点瑕疵 却反而更能传神地感受到歌声中的生命纹理 在情感层面 万芳也是出色的佼佼者 她总能将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情绪 自然而然地诉说出来 若不是亲身经历 怎会如此传神呢 阿峰 你的酒杯 还在呀 我不能一直不懂 不能被爱情操控 讲到现在的Barnight 大家都会觉得是一名原著名歌手吧 其实20多年前发行的第一张专辑 当中的Barnight流浪记 虽然后来被季晓君翻唱爆红 但却只是Barnight对于部落的想象 怎样才能够看穿面具里的黄花 从小四处迁徙的Barnight 其实对于母族文化并不熟悉 直到26岁后才开始一步一步找回自己 找回对原住民的身份认同 而Barnight独立的成长背景 也使她的音乐反映出了对于生活的漂泊感 时隔20年 Barnight又发行了第二张正规专辑 《爱不到》 在这张专辑中收录了Barnight这二十几年来的爱情故事 她也化身为一名爱情导师 告诉我们那些爱却不可得的故事 爱情有时候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 原本Barnight并不希望将自己的故事摊在阳光下 但最后有幸让我们见识到她风格强烈的声音 Barnight认为讨论爱情Tango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Barnight也随着这样的律动 收起了她过往随性的唱法 更加的果断与直接 怎么样形容Barnight的歌声 有人说她的音乐充满了疏离与寂寞 有人说她的声音有如男性般 宽广浑厚 阿P只认为 Barnight那独具、成熟、韵味 几乎不加修饰、不懂音、平铺直续的唱法 甚至让人感受不到情绪 就好像一种伪装 来演示她背后曾经经历过的各种磨难 真正饱经风霜的人 失去面对而非愿对 星光大道选秀节目发集 2014年出道的孙盛希 第一张专辑Girls就获得金曲新人的入围肯定 出道七年五张专辑 近乎一年一张的创作能量 也在第四张专辑西游记得到了肯定 从女人到西游记再到今天的初末地带 孙盛希就像一个音乐的科学家 不断地进行实验 希望在音乐上超越自己 阿批认为孙盛希在这几年的实验之下 在初末地带中完美地在流行与创新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 初末地带源自于一种内心的欲望与孤独 探讨孙盛希的各种心理面向 整张专辑以R&B为主要的曲风 专辑中以贪嗔痴三毒为概念 带给听众一种新的感受 原来都以邻家女孩形象在江湖上走跳的孙盛希 也可以有这样坏的感觉 这几年的累积 孙盛希的唱功不容置疑 非常纯熟的技巧性R&B转映 但是初末地带中更多了很多弃音 以及从前少见的低音域设计 增添了不少性感与女人味 纠结 偏执 韧性 潜伏其实R&B认为整张专辑 最体现唱功与情绪的歌曲 展现出孙盛希最深的最内心的负能量 让人听了就感染上忧郁的心情 却又很疗愈 歌谈柠檬树 苏惠伦 自1996年起凭借的变身三部曲 Lemon Tree 鸭子 傻瓜 三张专辑站上了华语流行音乐顶流 成为那个年代流行乐的代名词 随后苏惠伦将重心转移至戏剧与家庭 渐渐淡出唱片圈 距离上次发行的正规专辑《左撇子旋转门》 面面已经是适隔13年的作品了 这次达来不易的回归 也成功的一首次将苏惠伦送进了金曲长的殿堂 面面清新风格依旧 让人回想起过往带领起的风潮 面面发想自生活层面的各种面向 十首歌代表了十种人的面向 有关于欲望的叛逆的坦然的 苏惠伦就像阅人无数的命理师 说的不只是自己的面面 也是大家的面面 每个人许多不同的面貌组成了这一张面面 苏惠伦纯净的声音特质 在面面中依旧保持得很完整 在面目中富含治愈能力的中低音 温暖和明亮 轻盈消长的大跳上行却不着痕迹 给人一种安定人性的力量 上隔这么多年 苏惠伦也曾纠结忐忑 是否要再发专辑 苏惠伦这种什么都看很淡 随意而安的个性 安和的诠释是一大挑战 在当中 他唱出了自己的真实人生 唱出对于家庭的宣言 三十年了 也许再拼一次吧 再认识一次吧 为了自己 也为了歌迷 十年前 田富珍这个品牌 从SHE独立出来 大家见识到原来的少女偶像 可以如此独具风格 To He be My Love 奠定了田富珍的风格 又以My Love和小幸运 特别获得竞举奖的肯定 站上失业的新巅峰 而后自渺小起到日常 看得出来 这个原本只是爱唱歌的小女生 似乎非常有想法 却无法贯彻 到了今日的无人知晓 自组团队后摆脱了任何束缚 更多富含这里的 天马行空的 摆脱既定田富珍的 在这张专辑中 越来越清晰 吴文知晓想传达的是一种 隐晦的时间流动 专注在时序 循环与心灵上的安排 Time will tell 田富珍说自己不善言与表达 只能透过音乐 化身为一位登山者 将亲身经历大自然的变化莫测 与那些稍纵即逝的美景 一一唱出来 吴文这小张专辑做得很广 在当中 真的可以听到很多不同面向的田富珍 有让人觉得熟悉的 也有让人觉得惊喜的 而吴文知晓是当中 阿P觉得最深刻的一首歌 稍微打破阿P过往对于田富珍那种 你就不要想起我 潇洒自负的性格 歌曲情绪浓烈前生成 带有瑕疵的声音 却契合缺憾的歌曲主题 令人印象深刻 整张专辑概念到收歌曲序 就像田富珍对人生道理的田式哲学 可以套用到所有事物之上 例如爱情 先知向出相似的兴起与缤纷 田是爱的病毒入侵体内蔓延 迪里歇斯 爱不可得的疯狂 梳理感强硬的意义代表离去 然后是讨价还价的杰可 再到沮丧的无人知晓与讽子的情书 最后选择接受并且放下了 人什么最麻烦的与玄日 最后以或是一首歌 与intro的头尾相间 成为一个无限循环的甜蜜蜜 2006年或超级女生亚军的谭维维 开始出现在大众的眼中 赛贤其实早已是专业歌手 也是今天唯一音乐系主修声乐的女歌手 十几年来 譚维维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坐标 游行 摇滚 民族 甚至歌剧 好像什么都会唱 但是会唱歌 也反倒成为她没有特色的桎 刚才这首歌是譚维维2010年发行的专辑 譚某某同名主打歌 歌词第十童戒超女冠军的做法 将几年少轻狂目中无人的形象推至顶峰 愚润评价好会残伴 但如今的她已经不是那个 走出六斤不认不乏的谭某某 经过岁月的洗礼与省思 她的歌声中多了一种圆容与从容 所以说道歉 幸好来生不相见 这是另外一首收入在3811的自传曲 《谭燕梅》 都是谭维维听起来却很不同 3811是一张为女性群体发声的专辑 谭维维化身一名列车长 承载着十位女性的故事 当中有单亲妈妈带驾司机这样的小人物 唐代女诗人 甚至还出现菩萨 其中最让人注目的还是小娟 这首未家暴女性发声的歌 歌词文字依旧辛辣 但却多了份成熟 坚定却不尖锐 不同于过往奠定的摇滚风格 3811中展现出了谭维维心中的女人形象 迷人的气音 空灵的口气 焦楼的古典韵味 丝丝入口 音乐有时候是一面镜子 曾经飘瀚人生不需要解释的谭大哥 从谭某某到3811 像是一场对于自我认知疏离的旅程 将身上一根一根刺通通拔掉 3811中听见的不只是像光一样的温暖优雅 也是谭维维对于自己的忏悔 旅程结束 列车到站 愿你的心可以得到救赎 好 以上是今年的入围作品 接着我们快速的来回顾一下 近五年的华语女歌手名单 以及她们的获奖评语 看看是什么类型的作品 更容易得到金曲奖的青睐呢 31届竞技巧最佳华语女歌手 魏如轩 藏着并不等于遗忘 魏如轩 唱功扎实 声音使用和技巧处理纯熟 演唱口气 情感俱佳 Vocal听得出细腻的细节 有很多可塑性和惊喜 三届华语女歌手 林一连 林 林一连 林一连是少数细声线唱将 即便演艺生涯推出无数专辑 声音上的进步和改变从未停止 专辑中她投入大量想法 对各方面要求细致 是女歌手的典范 29届华语女歌手 徐佳颖心理学 徐佳颖的声音有温度 有细腻 经过一张张专辑 一场场比赛的累积 这张专辑 及她近年功力之大成 勾动灵魂的旋律 声线动人 28届华语女歌手 爱意良 说爱意良 声音不韵不火 兼具个人特质和辨识度 灵魂唱腔和音乐搭配十分协调 声音渲染出强大的情感力 27届华语女歌手 彭佳慧大龄女子 彭佳慧大龄女子 用不同方式诠释歌曲 真实完整 演唱技巧成熟 音乐能听到心底 跨越传统的录音 也精准保留她声音中最精彩的部分 好,那终合以上的得奖作品 那阿P认为 这个奖在意的由 首先呢 多届的评审都提到了唱功 那演唱的技巧性 必须有一定的水准 处理歌曲的音乐 必须纯熟且细腻 然后是歌者 是否能够感动人心 演唱的口气、情感、语调 都能够传达歌曲的概念 有生命力又有温度 最后歌手是否能展现可塑性 不断的进步与改变 展现不同于过往作品的唱腔 给人带来惊喜 那阿P又成功挑选了三位 阿P个人觉得 比较符合这样唱腔细腻又动人心弦的歌手 分别是举重若轻的温柔口吻 探讨人生无常议题的时间旅人 万芳 以及用情颇深又负责力 展现变化莫测多元风格的登山者 田富珍 最后是历经岁月洗礼 歌声允荣又温暖人心的列车长 谭薇薇 好 那看来前五年的女歌手 有四年是陈建琪老师制作 那今年我们就直接搬给田富珍好了 好 开玩笑的 那今年是有两位歌手 都有陈建琪老师制作 那谭薇薇真的是单纯润技术 最收放自如的一位女歌手 而且就自我突破的这个方面 真的觉得有感受到她的真心 那种想要反思 再回馈到社会上的感觉 3811这张专辑 不管是议题还是歌手的进步上 都觉得很值得被听见 但三位中文 RP个人最喜欢的是 田富珍 无人知晓张专辑 不知道是为了要配合这个名字还是怎样 一开始的专辑概念都讲得很抽象 但是你深入的听之后 真的会发现整张专辑非常的厉害 包含刚刚说的曲序 听一张专辑就像听了一场人生 听见了一天 听见了一年 听见了四季 刚是以悲伤五阶段来形容一种爱情的石墨 而Hebe在面对这样 不管是比较温暖的 或是一首歌 或是温度更高更炙热的讽刺的情书 还是比较冷调的揭渴 在一张专辑中驾驭了各种情绪 而且不是五花八门就算了 它还有一种哲理 一种循环、轮回的意向 真的是有一种一路看隔壁小妹妹偶像歌手 长到现在大学毕业一样 这是Hebe觉得最感动的地方 那这位是坐得很广 另外一位万芳是坐得好生 真的也是觉得非常厉害 就一路看万芳这样走来 其实他十年前回到唱片圈的第二张专辑 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Hebe觉得那张专辑非常好听 万芳那个时候开始歌颂自己的父亲等等 都让人非常感动 可惜那张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入围很多讲 那真的是经过时间的洗礼 这次的给你们专辑方向更加明确 就是就生命一体的这个点 一直去戳它你们知道吗 整张专辑每首歌都将环环相扣主题 像魔一样还有大家很熟悉的阿峰 仔细品味后的后座力真的非常强劲 又具有社会意义 万芳真的是在收割这几年 他对于歌颂生命的一个成果 也是阿P最后觉得 评审可能会更青睐万芳的原因 真的好烦 到底为什么金马掌都可以有双影后了 金马掌从来没有双歌化 一个好广一个好深 而且还长得那么像姐妹 怎么学 以上是今天金曲3R的最佳华女歌手的预测 现在订阅阿P旺月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提醒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掰 唉 这个女歌手真的是死亡自主 每个人都这么认真怎么选 都是用生命在做音乐 你看那个西西做一张专辑 三个自主人每天在那边吵架吵到要咪笑 那万芳琢磨生命这么多年了 是说 你们知道万芳姐写字很漂亮吗 阿P好想要万芳姐姐写的春脸 而且是左右颠倒的那种 那至少Hippie还有大好的青春 那这边顺便挖个坑 SHE要20年了 接下来阿P会做SHE的回顾 让我们继续见证小女孩们的长大 拜托位 阿P看了很多访谈 真的觉得说得很好笑耶 真的很有幽默感耶 我觉得他如果去主持节目 应该会得金钟奖